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文的设计划是10月8号 一直到20月1号以前时间相当有限 这要点里面我们不同意是代表一人 因为你一个人要负责这么多项的一些任务 我看没有人可以胜任 这个相当的困难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团队的方式 我们是希望赠助一个人的出席费 我们是希望赠助一个人的赚钱 我们是希望赠助一个人的赚钱 我们是想赠助一个人的一些续新的公民团体 我们是希望赠助一个人的赚钱 我们看到民族用他的方式 用他非常具有自制 自觉 而且非常具有集体意识的那种方式 在告诉我们的总统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尊重 他作为一个主体性的话 那推举代表这件事情的本身 就是转型正义的开始 那如果他们内部就挑不出来 就暂时就还挑不出来 那是不是可以让其他族群先走 我觉得其实那个都是一种 可以弹性的 不断去调整我们的做法 因为毕竟这些族都已经产出代表了 我们要尊重这些 已经产出代表的这些族 他们也是急迫地 想要开始跟总统展开对话 推动后续的转型正义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再继续 跟北南族那边做沟通协商讨论 我们要开始订阅市村地区中共的 跟市场地区 通常都可以看到 您的支持,您的支持会,希望,能力及助民主转行正义